刚刚上完课 然后今天的进度我有点跟不上 开始有点我不会的胆子 然后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会念 买一点东西之后再回家念书 刚刚买了这一个 又像我看到超多哈根大斯的广告 害我来法国就一直很想吃哈根大斯 可惜我刚到的时候那个来 现在这个也可以吃了 你看这几个口味都看起来超好吃的 先吃哪一个呢 先吃这个 这个看起来最罪恶 那个焦糖在这里 超甜的 好好吃喔 我一回家马上卸妆了 因为我现在脸超干的 那个粉红都不能跟脸书贴 就是你可以看到皮肤的纹理 今天早上敷面膜都还不够耶 在欧洲切记一定要改好所有的保湿 刚刚买完书贩在这里 刚刚买完书单在这里 今天好冷咯 你看 你看看看这样子 现在正在飘雨 我真的快要冷死了 好冷喔 我快被冷死了 現在要去羅浮宮那邊 羅浮宮那邊 你看不到 我要去買美術館的那個pass 羅浮宮已經關門了 所以說 現在要去哪 走個下路吧 好冷喔 今天買了很多東西 首先是 歐蘇丹 在這個紙上面啊 噴著那個櫻花香水 但是等會拿這個走在路上 就會飄出櫻花香水 超棒 我覺得這樣超棒的耶 我真的覺得很想買櫻花香水 可是我今天買了超多東西 找到應該洗買了 今天我就買了 一個面霜 這個是羅浮宮的系列 這個 那我的臉快乾澀了 但是今天因為有下雨 所以它濕度還蠻高的 今天的皮膚狀況都沒有那麼差 就是原本我眼下這邊 都有乾爹的痕跡 超可怕的 接下來就是它的柑橘系列 一個是眼霜 一個是精華液 因為我只沒有精華液 所以我只想要 有一個精華液 聽說他們的柑橘系列 是他們歐蘇丹最好的產品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是 精華液 它這個還蠻貴的 但是因為我本來就是要 抽175歐來退稅 這樣算起來真的便宜很多 跟它光是 一般的 我想想看 這個面霜的話 就是你不退稅的話 就比台灣便宜300多塊了 所以我就想說 在退稅 退12% 這樣子就會便宜很多 然後再來這個是眼霜 也是柑橘系列的 還有買這個 這是它的護手霜 我的皮膚真的剛剛快炸掉 所以就是25%的護手霜 這是最 含最高的乳木油系 這個上面這個 幾%幾%就是 它含多少乳木油 因為我有買這個 之前有些爬家文 它還有送超多的試用包 跟 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像一個地圖之類的 就是一個 一個小垃圾 接下來 最後因為今天快冷死了 然後我只有帶一件很短袖 其他都是無袖 所以 我快想爆了 因為我今天會去拉法院那邊 因為今天就是拉法院他們 最後一天的打折日 所以就 我買了就是這兩件外套 它們是同款不同色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藍色 因為我穿了這款我覺得 這款很好看 然後 我一開始穿這個藍色 然後我覺得這藍色 很好看 就穿起來很有特色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有點 難搭 然後之後 看到它有同款白色 我就買白色 但是我覺得這個藍色也很好看 所以就兩個都買了 這兩件加起來 才1500台幣左右 所以就覺得超划算的 然後穿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有點 小大衣的感覺 很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 一樣是吃泡麵 今天一樣也來邊吃飯邊來講一下 就是 巴黎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說 只要沒有車就是旅燈 車子很離讓行人 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我在台灣 因為我是一個很怕會阻擋到車子的人 可能車子要右轉會進我嗎 我就會讓車子先過 然後車子通常都會就是 喔好 那就先過 可是在巴黎他們絕對就是停下來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這樣 在車子影片的人就會這樣 他會就是這樣也過去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算我們斑馬線是紅燈 然後那個車子 有時候也會讓我們先過 很奇怪超奇怪的 他們超奇怪 然後他們的車子也都很有耐心 基本上你很少會聽到喇叭聲 就真的很少 但還是會有 但就是算蠻少的 我也發現外國男生很愛幫你開門 幾乎是男生啊 就是女生可能就是剛好耶 但是男生只要就是 譬如說離那個門有點距離 然後他要先離開的時候 他就會先推著門 然後看到我在後面 他就會再把門間壓著 然後幫我就是等我出去就對了 我就覺得就是 我真的很常遇到耶 就是他們怎麼這麼愛幫人家開門 就是他們 然後還有上課也是 就是上課的那個學生 也超愛幫人家開門的 就是 歐洲的男生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美國是怎樣 那就是 對啊 就是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那同學是義大利人 然後 對啊 超愛幫人家開門的 台灣人也會 但是不是那種好像是特異等你的那種 所以就 還蠻奇怪的 但是就是覺得自己好像 嗯 是一種女生的感覺 好了 我吃完飯了 我現在差不多要去睡一覺了 明天 早上先把作業做完 再去看看 又是哪裡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讓你們就很可愛的 你再變得更可愛吧 晚安 謝謝 不用客氣 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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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